哈啰,月旦活人时间,我们今天谈谈刘明慧 其实最重要是针对她的番话 她最出名被人说到现在说了几年的番话 说了几年的番话,就是叫你买小机部iPhone 去少日本旅行,就可以买房子,创业兴家等类似 就是过了很多年了,但都被人不停地说 你觉得她说话有没有道理呢? 首先,因为我本来想说这句话 但也说了刘明慧这个人 他父亲是一个super rich 他其实也很努力去坐地铁 很努力去做公共关系 当他坐地铁,我都觉得有些人特别和他拍摄 他也很懂得搞,但问题始终是差点 所以我经常都叫他不如做区议员 因为外形和所有的东西是不错的 这些东西是企业的 但我经常都觉得他应该去做天稅来做区议员 他做一轮搞大人的东西的话 即是真的输了一轮的话 他也一定会选到的 因为你要多花钱去做选举工程就可以了 而且外形和谈讨其实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内行的 因为他选择做工程就比较容易走 所以便会变成其他路程 我再说一句话 就是iPhone和日本内行 当然你只做这些东西是未足而坏 未受期的 但问题是 简单来说 他就叫年轻人在享乐的消费 应该削减少一点 那你继续存钱给首期 那是attitude 问题是attitude 你始终是折劫 很多人都是靠折劫 即是靠存钱 即是存钱本身的attitude 是一个态度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是存钱就肯定有用 是積穀房机 对不对 本身这东西从来都有用 所以就算你买卖阿福 就算你不是外人买楼 你積穀房机也比 餐饭吃、餐饭清 没错 比余光族 对不对 那现在就首先说了一个问题 但是 我爹也叫做了很久的人 你身边的人有谁能存钱 有谁能存钱发达 或是存钱什么 我认为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存不到钱 现在也是 即是说 不是这家人的问题 是从来都是很多人存不到钱 对不对 即是你不能说 而且我都见到一些年轻人 例如我见到一些年轻人 都存到一些钱 即是 因为从来以前 从来都有一些是乱花钱的人 是 而从来年轻人都是乱花钱的 那么多年大家都拿了三十岁 那就不行了 开始才开始从事 全部都是 但是什么时候见过 那一代年轻人都这么顾家 是每一代都有的 即是不要被一些宣传去 误度了 没错 第二个问题 在这个衍生的问题 当然 现在就多了很多 什么 我认为很小的时候 我们都会买球鞋 买什么 一样 对不对 只不过你转了环境 和玩 和拿钱去 只不过现在的东西是买 做好了 所以我们就追求iPhone 追求旅游 但是当然 我觉得追求iPhone 追求旅游 都比以前追求 赌钱 嫖赌饮 当 说完 iPhone 最少你可以有资讯 对 而旅游 你可以有真讲见闻 亦是合理的 所以 和日本见闻 如果所有这些遥学都没有的时候 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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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人生是不停地进步的 成吉思汗 他打仗的时候 他那些蒙古人就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上生存 他入了关后 大家就开始吃喝活乐 于是便开始腐化了 然后失缸衫 对 但问题就是 难道你说 原来你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奋 对 那你奋斗有什么用呢 现在你叫他不要买iPhone和旅游 只是因为你希望他日日可以买更多iPhone和旅游 对不对 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享乐不是不对的 如果有人生的话 人生是有适当的享乐 否则你早死你就大不了 即是说你必须要 你如果一个政府 你一个要求人民是过一些很黑苦的生活 除非你一个动员的国家战争时间 否则你过了黑苦的生活 本身是不需要的 当然就是 即是说你会是那个 等于work life的平衡 你是储蓄和享乐的平衡 你必然要有这样的平衡 否则你人生就没有意义 不如就是很多人去跳楼 或者什么 你死了好过 对不对 能够做到什么的人是很少的 即是 他说的一番话 我想我会这样说 如果不是老爸叫个儿子 我会叫他不做 因为我想说出人头 我想说是辛苦一点 但如果是政府叫市民 去这样做的话 那你就不适合了 没有人买iPhone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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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参加日本团怎么办 你不就出来呼吁 我们去参加参团 没错 即是说你整件事 你整件事不是一个 因为刘明明是一个政府人物 即是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来说这件事 他再用一些这样的东西去说 即是他的身份是不可说的 即是说你们政府 不要叫别人 不要存钱 除了对经济有害之外 那件事你只是叫别人 过来生活 喂 为什么我们的地方富裕了 我们人民 继续这么辛苦生活 因为柳桂是你政府的问题 柳桂是政府的问题 但是柳桂是政府的问题 这个是经常说的 一些人经常把政府问题和私人问题 混乱了 即是说 一些人说 譬如周恩权当初说 他说 其实也有很多房子很便宜 你也可以买的 你们什么 即是还有很多房子很便宜 当然后来就升了 那些小房子 你买那些就可以了 那些东西 其实如果一个朋友去说 或者一个 一个朋友去说 或者是老婆和儿子说 掌握去说 或者是朋友说 是没有问题的 我建议他们买些便宜 但是你是政府 曾蔭团之所以 是一个蠢L兼人渣 就是他说这件事 因为你不去解决问题 你就去 第一个第二个回答 就是说 你其实 没有饭吃 就不是很大的问题 你或者没有饭吃 其实你可以吃番薯 一样而已 是 OK 这一个呢 我和你 我和两个兜猫 我和你说 喂 如果没有饭吃 我们没有办法 不如我们去吃番薯 OK 那就可以了 但是那不是一个仆街 曾蔭权说的 你明白吗 所以曾蔭权只要是一个仆街 就是因为这样的意思 你明白吗 他说 现在我那时候叫了你买便宜的 为什么你不买 如果你的便宜都升了 那他不能说 你以前一早叫你不要吃饭 吃番薯 现在连番薯价价都贵了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仆街 他不知道自己的仆街 的地方在这里 那么郑金瀚 也有支持参考权 那些人就做了 郑金瀚是因为他支持参考权 而是说参考权 很美味 所以事为之有仆街 你明白吗 但是 那件事是这样的真正原因 你明白吗 就是说 那件事 你是一个政府的方法 说出来 嗯 你不可以说 楼贵 其实你存钱 你就是卖楼 因为你代表了 其实你是代表了 不是代表自己 因为你是公司人员 你是公开的发现 所以那件事 如果你是一个 私人 我就会说 我们自己 当然想到他 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你是南非 私人 那条女儿 那条女儿 走出去南非 走出去 公开走 走出市区 被人抓去奸 先奸后杀 那条女儿 当然是南非政府错 但是我们私人来说 喂 有没有搞错那么蠢 不要走过去 南非不应该走过去 那些治療不差的地方 是 那南非政府 难道我说 这条女儿 之所以被奸杀了 被奸杀了 因为她是走去 走向了 走去了一个市区 然后被我们 这样奸杀了 所以不关我们的 那条女儿的问题 当然不可以 明白吗 但是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说 喂 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子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 被你放出去 我就可以这样骂你 明白吗 那是一个他搞不清楚 你作为公职人员 或者是一个发言 那个context的问题 可以吗 那现在政府 很多官员都搞不清楚 明白吗 从曾荫权这个混蛋 开始就一直搞不清楚 那个问题 明白吗 他不知道我们私人去说的问题 我经常都说 如果我们自己去做一件事 我当然是advise你又这样做 即是说 喂 即是说 如果那样东西 你是合法 等于梁国雄 如果你是合法申请公屋的话 可以转到空子 可以进来教你 你一进大学 就教你如何申请公屋 那当然在私人来说 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但你如果作为 policy 一个大学 去公开宣传 喂 我们入大学 第一时间就教你这件事 或者说 我虽然是合法 你有公众人物 那你就去怎么样 那郑丽琴 就霸住公屋 那件事 如果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公开这样做 公开这样说 或者公开做 那你就出现问题 你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分清楚 那一个是公众人物的问题 或者是公开发言的问题 或者是你代表政府的人 就是政府人物的问题 所以整件事 不是一个私人 对于朋友的处理方法 明白吗 所以整件事都弄错了 那最近有很多政府的官员 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工作人物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或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或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寫一些东西 那你会觉得合不合呢 他又会说 我也是自己在社交媒体 发挥的 那当然不对 但你的问题是你明知道 你根本是被人看的 对不对 你如果是私人 给朋友看Facebook 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 你根本是公开 你特意给别人看 特意去宣示 除非你讲来讲去 都是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不同 但我相信他不是 你讲来讲去 我昨晚买了iPhone 但是我相信 他讲那些东西是正常的 你昨晚告诉我 吃什么 我会觉得是正常的 你用你的社交媒体 又讲一些和社会 一些议题有关的东西 很奇怪 然后又不认识 刘明卫是做了开源公园的主席 最近也搞得有西方式 看下将来怎么发展 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 再上一层楼呢 刘明卫 即是政治生涯 我觉得是比较难 但是他现在这些位置 都用钱搭出来 因为他真的给了很多钱 他家族给了很多钱 当年梁济营 如果他再肯给多些钱 我会更好 当然如果他再肯 有多些用金钱去补助 会更好 是 正义联盟 我闪便下我口快 超人有能量 那蝙蝠合理的能力是什么呢 Tiffel答 I'm rich 好 今集的月旦活人时间到此 我们下次再找另一个活人 再聊 拜拜